不要碰我的東西 我要碰啊 怎樣 人家會怎樣 碰啊 我碰啊 X什麼東西 越說越故意 眼前阿伯不斷想拿補習班外放置的雨傘 不顧員工再三圈 組還頻頻不要罵 嚇死你 X你呀 又罵人 又罵人囉 你告我 阿伯持續挑釁教授 補習班人員氣得報警 雙方爆發激烈爭執 怎麼走啊 來吧 帶我來吧 叫小候不老耶 事發就在新北市汐止區 一家補習班 原來這名雨傘被一個月內 兩度到補習班門口 意圖拿取傘架上的雨傘 遭員工發現制止 沒想到阿伯惱羞成怒 多次辱罵 員工廢提供 很不應該啊 別人的東西怎麼可以拿 也不是他的 有辦法 這種人就是要教訓一下 一個人在我外面 動我的東西 然後還一直罵髒話 是我有錄影中 阿伯明明手上有傘 卻到補習班外企圖偷傘 檢察官認為 他無理意圖拿傘 又飆粗孔罵人 以妨害名譽起訴 嚷嚷不怕高的阿伯 最終孔點面臨刑責 記者楊潔 張貝茲 採訪不動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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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